出埃及记第24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上到耶和华这里来 你自己、亚伦、拿达、雅比户和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来 你们要远远下拜 只有摩西一人可以走进耶和华 他们却不可以亲近 人民也不可和摩西一同上来 摩西下来把耶和华的一切话和一切典章都向人民讲述 人民都同声回答说 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把耶和华的一切话都记下了 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了一座祭坛 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立了十二根柱子 又派了以色列人中的青年人去献凡祭 又向耶和华杀牛献为平安祭 摩西取了一半的血盛在盆中 又取了另一半的血洒在祭坛上 他又把约书拿过来 念给人民听 他们说 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话 我们都必遵行和听从 摩西就取了血来 洒在人民的身上 说 看哪 这是立约的血 这约是耶和华按着这一切话 与你们立的 随后摩西 亚伦 拿达 雅比护 和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 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神 在神的脚下 有好像蓝宝石一样晶莹的铺路 好像天色一般明亮 他不伸手攻击以色列人中的险棍 他们看见神 并且又吃又喝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上山到我这里来 要住在这里 我要把石板 就是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 使你可以教导人民 于是摩西和他的侍从约书亚起来 摩西就上到神的山那里去了 但摩西对长老说 你们要在这里等候我们 直到我们再回到你们那里来 看啊 这里有亚伦和护尔与你们在一起 谁有诉讼的案件 都可以到他们那里去 摩西上到山上 有云彩把山遮盖着 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奈山上 云彩把山遮盖了六天 第七天 耶和华从云彩中呼唤摩西 耶和华荣耀的景象 在以色列人眼前 好像在山顶上出现烈火 摩西进入云彩中 上到山上去 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 赶紧 准备